中共中央迎来新一轮换舰 其中一位副主席的职位迟迟未定 按照毛主席的构思 这位副主席应该出自人民解放军的队伍 可他一时想不到何事人选 正当毛主席愁出不绝之际 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举荐了一个人 不少同志对这个人不以为然 因为八戒十二中全会之前 毛主席还不认识他 毛主席听到人民后却眼神一亮 当即定下此人 这个人就是开国少将李德生 他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致认可下 就任了中央副主席 直至1975年主动卸任 1968年之前没见过毛主席的李德生 是怎样给中共中央留下印象的 他又做了什么 短短五年时间内就得到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青睐 麻烦您点个关注 且听小编细细到来 毛主席和李德生最初的交集十分有趣 竟然开始于一个名字 众所周知 毛主席曾化名李德胜 欲以为伟大的人民群众理应以德制胜 李德胜和李德生这两个名字 只有一次之差 发音则几乎完全相同 正因如此 比时尚在红军基层摸爬滚打的李德生 没少被战友们调侃 李德生对此混不在意 他只是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 争取为红军的武装革命工作做贡献 经过多年生死历练 李德生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自14岁参加红军革命开始 李德生反围剿 走长征 从小小的传令兵干起 踏踏实实稳扎稳打 抗日战争爆发时 李德生已身居团长要职 1945年 李德生迎来了高光时刻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 各地捷报频出 其中太行山地区部队收复马芳的消息 得到了毛主席特别关注 毛主席十分赞赏 我军在这场战役中展现的战术运用和战斗素养 亲自撰文复盘战局 给予了高度评价 马芳战役是工农红军抗日战争中的歼灭战典力 这场经典战役的总指挥官正是李德生 他和战士们巧妙地伪装成农民掩人耳目 在地下党同志们的接应下 趁敌军不备攻破对方大本营 李德生没有骄傲自满 而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再劫再厉 他以旅长级别军队干部的身份 参与了龙海 玉北 鲁西南等多场关键战役 屡历其功 大放异彩 逐力部队千里越近大别山后 李德生成为了先行官 他谋划了刀批三官的天才战术 一连巧夺三处显耀山爱 为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做出重要贡献 淮海战役中 李德生在素育大将的指挥下 率领骑兵及时整整九天九夜 最终他们成功堵住了 黄维兵团的退路 将其全坚 为战争的胜利利下汉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朝鲜战争爆发 李德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号召 于1951年率大军跨过鸭鲁江 奔赴异国他乡的土地继续战斗 1952年10月 上甘岭战役打响 李德生所部负责守卫后方扶起坑道 面对敌军数十倍与我军的火力优势 李德生毫不切战 并来将党 水来土掩 李德生下令 将士们在美军火力稍微减弱的间隙 以50米为一个单位广修战壕 与此同时 他还安排机动部队利用地形 阵法等优势 积极寻找运输掩体 就这样 上甘岭战役期间 李德生所部最大程度上维持了我军的后勤不给供应 武器弹药 免衣免血 炒面淡水源源不断地交到了前线战士们的手上 李德生所部不畏艰难 顽强拼搏 奋勇牺牲 在上甘岭足足坚持了42天 敌军久攻不下 只得杀鱼而归 李德生和将士们共同分享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1955年 李德生被中央军委评为少将军衔 司令员一职 随后又被派去安徽省负责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 1968年10月 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李德生赴京参会 当毛主席在与会名单上看到李德生这个名字时 感觉有些熟悉 随即安排了临时谈话 见到李德生本人后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他的工作经历 听完李德生的陈述后 毛主席感慨万分 心下对这位同志有了几分认可 有了提拔的心思 在听完李德生对安徽的治理方针时 毛主席更是满意 夸奖他工作踏实细致不浮夸 并大赞安徽无狐的治理 可以成为全国地方行政的标杆 毛主席尤为欣赏李德生的群众动员工作 并以此为契机向与会的同志们 讲述了群众舆论工作对党的发展 对国家的治理和建设的重要性 在会谈的最后 毛主席突然话锋一转 问到了李德生的年龄 这个发问眉头莫尾 看似离题万里 李德生不明所以 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今年52岁 当时的李德生还不知道 这个问题将会给自己的政治前途 给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建设 产生怎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70年 毛主席亲自点名李德生 要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时激起千层浪 反对的声音纷纷扬扬此起彼伏 理由莫中一事 有的说李德生军衔太低 只是个少将 有的说他没有在中央任职过 资历不够 还有的说他军武出身 没有相关工作经验 恐难胜任这一重要岗位 李德生的老上级谢夫智 自诩对他十分了解 认为他不是搞政治的材料 于是向毛主席敬言 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 痛斥谢夫智看人流于表面 在毛主席看来 工作能力可以锻炼 工作经验可以积累 但李德生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 低调谦逊的工作作风不可多得 这才是毛主席最为看重的 在毛主席的力排重以下 李德生还是被任命了这一要制 毛主席此举 绝不是头脑发热 更跟名字毫无关系 而是他悬心于中央领导班子的梯队建设 毛主席曾经问及李德生的年龄 其实是大有深意 中共中央的三驾马车毛主席 周总理 朱德元帅都逐渐年事已高 党的人才储备是个重大问题 为党 为国家培养后续人才 避免新中国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境 是毛主席心心念念的大事 他把目光放在李德生头上 是相信他身为军人的责任感 李德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1971年9月13日 林彪乘坐256号专机离境 李德生奉命紧急调度边境空军 处理这一棘手事件 当256号专机临近国境线时 李德生处于谨慎态度 向中央请示是否将其击落 他最后得到了一句幽默的回复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由他去吧 除此之外 李德生还负责抓捕林彪之子林立果 及其党允 在他的雷霆之势下 嚣张至极 全国选妃的林立果束手就擒 李德生圆满完成任务 1973年党的十大 中央副主席迎来新一轮幻见 毛主席正式提出老中清相结合的方案 在40、60、60以上的年龄段 分别挑选合适人才 老何清已经临选完毕 中的那个人却迟迟未决 毛主席定下总体方针 中从人民解放军队伍里寻找 具体人选大家集思广义 正在大家苦苦思索时 周总理提议让李德生单此重任 李德生军队背景深厚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都立下过赫赫战功 且今年不到60岁 完全符合要求 周总理之所以如此赏识李德生 是因为他治下的安徽省 在三年困难时期始终保持经济症增长 且社会安定民生良好 这些成绩 周总理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毛主席欣然同意了周总理的提议 还和老战友们开起了玩笑 李德生同志这么年轻 能干很多年啊 李德生活到99 上帝请他喝烧酒 毛主席说吧 大家都哈哈大笑 那个悬而未决的中央副主席之位 也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尘埃落定 落到了一贯低调谦逊的李德生头上 李德生收到消息后 诚惶诚恐 自认能力不足 一语情词 周恩来见状对李德生多次进行勉励 并派得利副手从忙协助 确保他的副主席工作进展顺利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嘱托下 李德生接下了这副沉甸甸的担子 走马上任 他在担任副主席期间作风稳健 工作细致 大力推动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可惜长年的军旅生涯使得李德生素急难消 中央副主席的繁重工作又导致他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1975年 李德生向中央提出辞职 获得了批准 1985年 健康状况大为改善的李德生结束了复闲时光 出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一职 此后多年 他为祖国的国防事业担惊绝 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88年 李德生被中央军委评为上将军衔 1990年 李德生正式退休 转而投身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新事业 宣传武术保护古建筑盲的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 李德生还担任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的会长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一直为宣传爱国精神 促进祖国统一不断奔走 发挥最后的光和热 2011年 李德生同志病逝 享年95岁 纵观李德生同志的一生 无论是为革命抛头炉洒热血 艰苦奋战的戎马生涯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从地方到中央的各项政治工作 他都完美地完成了 如此人物 可谓全才 李德生同志是人民解放军 乃至整个新中国的千里马 私者一时 功者千古 李德生同志得到重用 是国家之姓 民族之姓 而信任他 培养他 提拔他的毛主席 是绝无仅有的伯乐 是新 和教育